游走台中体验空间美学 台中市除了拥有美术馆 剧场等艺文空间 还有建筑师进筑创意的豪宅 加上整理过后崭新意的老建筑 还有环境整治 城市绿美化 台中市已经成为国际级的艺文城市 今天就和我们一同探访台中的城市之美 思考台中城市之美的特色 一到台中你想到的都市景观会是什么呢 是台中公园胡心亭 还是火车站附近曾经繁华的重区 台中市的都市景观 其实它可以在不同时期的时候 呈现出不同的一个代表性的景观风貌 像以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来讲的话 我们小时候大概所看到的 所想到的一想到台中市 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台中公园 胡心亭 所以它其实是台中市代表性的一个景观 那几乎也是当年观光客必到的地方 那等到后来我们来到台中之后 大概大家所提到的 一想到台中想到哪里 我们想到的是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 所以路思义教堂呢 经常被提起来是台中市的一个地标 代表性的景观 可是事隔多年呢 新一代的年轻人当我们问他的时候 居然有人跟我回答说 他看到的是星光三月 他觉得星光三月 我问他为什么 因为他说从高速公路就可以看到 那事实上呢 一个地方的一个景观的推动 除了它的量体要够大之外 景观的 视觉景观的优美是很重要的 有关于台中市 我印象是非常不错 因为这个开车过来 或者坐这个高铁过来 那么到了台中市这个区域 那么基本上就感觉非常的空旷 然后很多的现代化的建筑 都有计划有规划的 是一个大度位的气势 已经这个逐渐出来了 台中七期等地区 新建的豪宅建筑 也进入这美丽 我觉得它最吸引我的是 就是在它环绕市政府市中心 那个区块的一些 各种各样形式的建筑物 然后在里面你可以看到说 它极尽可能地去展建 自己跟别人的不同 那我觉得说 这反而是让我看到一个城市 一个非常崭新生活力的一个地方 不论是公共艺术还是都市大楼 或是那一排排绿油油的行道树 都可以是都市最好的艺术表现 你去发现 你如果去走在台中市的世界 你会发现台中市的那个商店招牌 它其实是可能是全台湾最有创意的商店招牌 每一个商店的招牌都很努力地 想要去展现它的一些创意 然后当然还有建筑物也是等等的 然后夜市也是 这些东西它其实都在展现 一些长民生活的丰富性跟创新性 那我去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的 现在的问题是 是怎么样去强化 台中县市合并后 包含着山海豚及都市风情 如何打造让人印象深刻的城市艺术呢 因为一个都市啊 还有就是你说这样叫文化城 结果坦白讲就没有一条街 专门在卖书的 卖这个有关文化器材的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缺点 因为现在刚好改为直辖市嘛 一个凡事啊 从起头啊 就要开始规划 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 用一个简单易懂的意象 来设计新的一个都市 那么使它真的能够代表 我们中部的一个都市的特色 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意象最能代表台中呢 台中的城市艺术又存在哪里呢 和北洋市艺术又存在哪里呢 谢谢大家